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一般我们讲说虚拟摄影棚 其实就像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样子 这个是在领东树莓系的 这个虚拟摄影棚的 一个场地 那各位这个就跟一般电视台啦或者他们 拍电影拍MV他们会做的 这样的 配置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 现场呢可能是蓝幕可能是绿幕那当然现在也有比较新的是什么 就是 那个是用LED灯的 现在比较新的是 那一种方式但是不管哪一种其实你所看到的 他们都是会像这样尽量把它包 附在这样的环境 可是呢 你知道的现场是这样子但是他会经过后置 经过后置呢把 我们的可能是2D的可能是3D的 这样的一个 背景 把它合成到上面去那当然这里面 就会牵涉到很多的 人力的问题对不对 除了场地以外 你看要有人专门 可能有一号摄影机有二号摄影机 那有人专门负责在做 合成 那 有人呢 负责 其他的摄影 对不对 好那还有人要负责灯光啊 上面还有灯光 那么 这个 上面主讲的人他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最后合成之后要 是变成什么样子 那 现在呢 我到底要走到哪一个位置 才不会挡到我后面合成的内容 所以呢现场都会有像这个一样 有一个 这个电视 好那 甚至呢有的会有提时机有没有 就是以前的大字报 让主事人可以知道现在在干嘛 好他比较 清楚我后面要讲什么 当然有的就是在手上他会有一个 平板也好啦或者小抄就可以这样看 那这样子呢就可以达到 就是比较好的这种 所谓的 虚拟摄影本的效果 那 你所看到的这样子其实 整个配置下来 除了说人力 是一个问题 对不对 人力 是很重要的 再来呢 你的设备 这些设备啊 他们 因为 都要 做比较好的 及时合成 很重要的是及时啊 好这个不是后置的 我们现在都比较强调及时的 那所以你要有及时的效果的话 他们通常这个可以输出到4K 甚至到8K 这个 自然 资料量大 所以 设备就贵很多 那 这种 设备的话其实 对大家来讲就是一个负担嘛 只是说不可否认这个 绝对效果会好很多 毕竟 钱有花下去不一样 好 那这样各位呢 应该就比较了解 就是 一般 我们看到的这种 比较 高品质的 就在 电视 电影现场的 那 像我平常在 教室里面的 我们就没有空去租那么大的嘛 就用简单一点的 有没有 就挂起来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 请同学站在前面 对不对 站在前面就可以玩了 当然你的 布幕的话 最好是 像我这边就拉得比较直 有没有 这边你就可以比较明显看到还有一些皱褶 那有这些皱褶的话 其实效果 有些时候 就是会稍微打折扣 因为毕竟这个光线 这样子 就会 有些时候呢 会造成比较不好去背 这个都要注意一下 所以你看 平常我都是带 晒衣架去上课的 或者我就搭配学校的 布幕对不对 现在布幕几乎很少人在用了嘛 反正挂在那边也是挂着 我们就把它挂到上面去 这样 就可以用了 好就可以达到我们 需要的一个 蓝绿幕区别的效果 那你现在看到我这边 有没有我的现场这里 其实我后面现在也有一个 我后面有一个 只是你Google Meet是没看到 但是 我这边我就把它呈现出来 这样你就比较清楚 我现在的 一个环境 事实上我们今天是不需要蓝绿幕的 就跟你现在用这个 Google Meet一样 他也可以达到 自动去备的一个 应该说 的效果 好 那我们 在去年的话呢 其实 我们有 在创课基地这边 最后一场的这个 年底的研习 就是我的 这个课程 我们有介绍到OBS 那 那时候就只有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OBS就玩不玩了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地方啊 您都可以看一下 就是 我有 针对OBS 我 把我的教学文章 上课录影片 都整理在这个Google协作平台上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 就可以稍微去看一看 因为说真的 其实 OBS也蛮好玩的啦 只是OBS他本身 他也是虚拟圣棚 但是他没有 这个 即时的 就是 没有蓝绿幕去备 那 应该说就是 没有 一定要用蓝绿幕去备 才可以把那个背景踢掉 那这个应该以后他会推出 就是不用蓝绿幕的 因为其实 像我 之前还有介绍另外一套 叫做Print Lab Studio 这一套本身他很厉害的 他基本上跟OBS一样 可是呢 他 多了一个就是 不用蓝绿幕也有即时去备 那这个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啦 毕竟 蓝绿幕 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提供比较好的效果 但是有些 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方便 有这样的环境的时候其实 如果有这个选项 我们就可以 比较方便的 去就是 完成这个 我们讲说 虚拟试验的那种 效果 OK 那如果你想要回顾一下我们这一段 的 直播的 上课录影片 你可以从我的部落格上去看到 那这个就是我刚讲的 这个Print Lab Studio 他就是 操作界面跟OBS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但是呢多了 缅蓝绿幕去备 还有一个他可以跟 他的行动装置的版本做结合 那这个呢我也都有教学文章 只是插在他 电脑版 是没有 这个繁体中文 但是行动装置是有繁体中文的 所以这两个部分我都放在 我的那个 部落格上 好的也都有教学 因为 他这一块 好处就是 行动装置上版本有 Android 也有iOS的 那 你都可以用 他上面就有 那两个最重要是两个可以做结合 这个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地方 好 那 这个部分是先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 一般比较传统的 或者是 我们比较标准的这种所谓的虚拟圣肯 那接着的话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你的环境 你的环境的部分呢我们还是比较建议大家 可以的话 最好是 双萤幕 好像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 我前一段时间 对不对 大家在清库存嘛 我们就去买两台回来 对 嗯 刚好刚好萤幕有 有一些故障我就 顺便用一下 那因为 两台都是同一个牌子 而且都一样大小 其实这样子做双萤幕对 我们在操作上其实效果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 因为 同样的牌子 同样的萤幕大小 你的颜色表现上基本上会比较接近 虽然每一台萤幕都会不一样 就跟你去大麦场看 怎么那一台萤幕比较亮一点 有的比较鲜艳一点 有的比较暗 那如果你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整个操作环境上你就会觉得说 比较OK一点 这个是蛮建议大家的 最近 不知道这种 还有没有 因为 他们好像 库存已经清得快差不多了 所以蛮建议大家的 如果你要做录影 或者是像这样 你是一个线上课程 你都可以 搭配双萤幕 因为双萤幕 除了你的空间比较大以外 其实真的 用过就回不去了 OK 那我今天的是 三个萤幕 因为我把笔电 再接到这两台萤幕上 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我现在的工作环境 也就是我们今天 在线上课程我的操作方式 那我在这一边呢 我就是 可能我的录影啦 或者是 黄学的像这个有没有 像这个 我要看一下大家的 这个 问题 我就可以在这边 把它拉过来 那不要的我就拉到另外一边去 在这里 那 另外一个呢 中间这里就是我 现在 你们看到我的萤幕 我的是这一个 那右手边呢就是我在用什么 用这个MID的 也就是我再 观看一下 各位呢 你们看到的画面有没有问题有没有断线 所以左边是我在做录影 然后呢可能一些聊天的讯息我就放在这里 那 你可以看到我这里 123有没有 三台网络摄影机 哈哈 再加上这一台 内建的这一台 我跟你讲我的那个 笔电的 所有可以连接的 我都把它 连接好 然后再延伸出一个USB 有没有 这个有四个POD 我已经 几乎全部接上了 平常很早接那么多了 好那再接上 这个手写版 因为其实像我要写 如果字像写这些 中文字啊 或者比较多的内容的时候 其实用这个手写版 这样在这里 有没有 在这边 这样子 就相对比较方便一点 所以这个算是 今天算比较特殊啦 不然平常我大部分都是两个萤幕 或者是两台网络摄影机就解决了 这样子 那么 喇叭我有另外外接出来 因为这样可能会比较大声 可以 听得到各位的 那么 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 各位应该有发现我的网络摄影机 我是放在两个萤幕中间 有没有 好我不像笔记型电脑 我是放在这里 因为一般来讲笔记型电脑 其实 我们放的角度 比如人在这边 人在这个位置的话 像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的笔电 通常 会在哪里 会在眼睛的 比较下方 但是这样就会变成 由下往上照上 那这样的效果就会比较差一点 就会比较差 所以平常我会 放在中间 因为我没有那么高 我没有 笔电 就是我们放在桌上的时候 因为这个位置 比较高 所以如果我放在上面变成是我要由下面这样看上去 所以这样子的话反而 我们会变成要 就是要这样抬头看 效果会 比较差 所以我希望说就好像我在跟你讲话一样 我会把 这个 就放在我的两个萤幕中间 那原则上就是尽量不要挡到 我们的这个画面的内容这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们在Google面的看到的 就是这一台 所以老实讲他这一台 有比较 位置比较低 所以说其实你会看到 我在看你们 你会觉得我好像在看上面 就是眼神的部分 那如果是 待会我们实际在录的时候 我会用这两台 那就会比较 像是我在跟你直接讲话这样子 所以其实 网络摄影机的这个角度 其实真的还蛮重要的 比较不会 你如果放的好 那相对起来就 比较接近我们现场上课这种感觉 如果放的比较低 比较高 可能 我们都会让人家有点觉得怪怪的 所以 这个部分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你就会比较清楚说 到底我要怎么做 因为 很多时候我们 录影 或者是直播 你没有看到自己的画面 有时候会觉得说 我就在讲啊 好像你就在现场 可是 真正那个画面 有看到的时候你就会需要 调整一下 不然你会觉得 就是觉得有点乖乖的 所以通常我自己 会 蛮习惯的 就是把自己的画面 摄影机的画面 我就 放在荧幕上 那我就可以随时做调整 我觉得这个角度不太对 我就可以去调整一下我的 这个 网路摄影机的位置 因为有些老师刚开始在录这种 教学影片 或者是线上的 这个课程的时候 不太习惯看到自己 那这样 如果都没看到 有可能你整个都上网了才发现 糟糕这个角度不太对 那你就来不及做调整了 所以这个部分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再来就是网路摄影机 我们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如果你要有比较好的品质 真的 你可以 考虑选择有广角的 有广角的 不过 各位 那个最便宜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了 哈哈 在5月 好像5月初吧 像我现在比较常用的是圆缸的这一台 他 这一台呢 有95度的广角 之前我买的时候 应该说他定价大概就是2450的样子吧 然后呢 我买的时候是1980 然后 今年初有1680 在5月之前还降到1680 就等同 快5折了 几乎是5折的价格 但是 这个就看你啦 你如果刚好有需求 有遇到的 那就可以吗 现在好像可能 还在这个价格或这个价格吧 就没有那么便宜了 OK 那 这个角度比较广 有没有差 其实有差 尤其是我在教学现场 那个会差很多 好 就是你看到的范围会比较大 像你现在看到我 这个是Notebook的 他上面这个其实也有78度的广角 他也是有广角的 那你看到Google Meet的上面这个就是没有广角 所以你很明显可以看到就是 你在Google Meet上看到我的画面 我抓一下好了 这里 有没有 你 一样都是差不多这个距离 可是在这里 你只看得到我的肩膀 可是你看我在Notebook这边 我就可以看到我的胸部这边来了 那如果我是 95度的 可能我就连我的桌子这边 都会照得到 当然了 很重要的 广角之后 人会比较瘦一点 哈哈哈 所以你没有广角的你就会觉得 那个头都好大 所以这个是 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 如果你买的是200块的 真的有差 这个部分就 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你真的要比较好的 这种 就是画质的话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像刚刚那种 学校或者是 电视台 那种 虚拟盛棚的 这些设备 可是你透过网络摄影机 还有带我们要分享的这个麦克风 你 比较好的 那你这样录下来 其实整个品质真的会好很多 有差啦 你有投资还是有不一样 好 那么 像一般来说我们的那个 网络摄影机 通常如果你没有特别的 挑选 很多都是只有单身到的 那像我现在介绍的这个 它都是有 立体深 都有立体深 当然我还有用一个是 那个罗技的 C922 有一款是C922 不过这一台 它的价格 从它开始卖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都3299 这个价格都好硬 对啊 所以 但是它只有78度而已 只有78度 所以我也有两台 但是呢 我通常就是跟 我的这一台搭着用这样子 但是 以这一台的效果 在多数情况下会比较好的 当然你也可以再找找看有没有 其他的牌子 你可以 觉得说用过比较喜欢的 你就可以再试一下这样子 好 这个是我们先 针对硬体 还有整个的一个配置的部分 跟大家做个分享 跟大家做个分享 谢谢 感谢观看